嘶 嘶 嘶 我叫赵猫 没谁解释了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王牌特工的故事 风整 风和日历子的一天 赵小仙带着军统行星队 处决了一个共产党的女同志 不过她其实是共产党前夫在军统的特工 所以这几人不能就这几人啊 但是万万没想到 中统的人此时还是在怀疑她的身份 于是派人跟踪调查她 赵小仙选择 我忍 赵小仙正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接头 她也是共产党 两人的暗号被发现了 于是中统动手了 眼看心眼的女人死在自己的眼前 赵小仙选择 我忍 但是还有人也想动手 那就是山城游击队 由于赵小仙和组织是单线联系 所以其他人并不知道她是地下党员 只知道她是军统特务 于是赵小仙被枪打中 进了医院 赵小仙选择 我忍 卧槽 你的特工真的当得好逼屈啊 敌军友军全都想弄死你啊 而这件事情后面也有中统的人推波住了 赵小仙也立马反映过来是中统的人在作梗 于是他也决定做出反击 中统首领高占龙也知道赵小仙会反击 于是决定请赵小仙吃饭 和赵小仙站在一起 这无论如何自己都死不了了 然后 他就被赵小仙安排的官术一枪打死了 我才连说好的死不了了呢 他死的不都再死了 而且高明的你明知道是谁 就是找不到半点证据啊 杀死高占龙这一动作 不仅除掉了一个反动派禁定 还打击了中统的高层 敲动了国民党内平衡能局势 影响了军统头子戴笠的政治前途 可是赵小仙还是没有洗清自己的嫌疑 反而更受怀疑了 连时戴笠爱派他去一趟陕西 和军统安插的特务影子街头 赵小仙头大 现在是军统的人想杀自己 因为自己可能是共产党 中统的人也想杀自己 因为高占龙刚为自己杀死 不是说党的精英特工备受同志挨戴吗 不是说潜伏在军统高层很好混的吗 现在积极人也想吓自己啊 因为除了联系人老陆 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共产党 但是王伯特工赵小仙选择 明治山有虎 偏上釜山行 也是赵小仙和关树 江西三人打扮成记者 一起出发了 到了陕西后 一星人受到了热情的困难 一路上各种拍拍拍 好像真的是来旅游一样 接待他们的是寒冰 寒冰每天的任务就是趴在远处 又往远期观察赵小仙的一举一动 但是监视着赵小仙一举一动的除了寒冰 还有攻速和江西 攻速的任务是监视赵小仙 而江西是个共产党 想牵手杀了赵小仙 赵小仙处境很危险 但他毕竟是要当王牌特工的男人 他不慌不忙 发了广播找街头人 而攻速则用计去了国痛区 寒冰早料到了这手 于是也派人在火中区埋了地雷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攻速还是过去了 我猜 攻速你这是开挂了吧 汤雷的速度这么快啊 参加奥运会一定能拿金牌啊 周冬此时由高战龙的徒弟田胡接手 田胡想为师父高战龙报仇 于是派了几个杀手到了陕西 想爱杀共产党高官 借共产党之手干掉赵小仙 但是赵小仙是谁 毕竟是要当王牌特工的男人 用了一招声东击西的鸡毛 还是和影子接上了头 拿到了绝密情报 回到山城后 眼看赵小仙就要取得敌人的信任 与王牌特工就差那么一小步了 但是此时的军统带立勾带了 面对此情此景 赵小仙不禁怀疑 我投票的到底是王牌特工 还是王牌特工啊 此时茅人凤上台领导军统 赵小仙决定将绝密情报仙 交给茅人凤 这才发现了这个情报的真相 我猜嘞 出传入死拿回来的消息 居然是这个 这回特工真要被王牌了 回来后呢 赵小仙除了要继续面临 中统军统 共产党三方的压力 唯一的联系人 老陆也被抓住了 茅人凤和田胡 拉着赵小仙一起去靠打老陆 两人见面就开始互标演技 都说些什么 一方说 他和他手下的 那几个女童是三个窗 三个窗里 这几个女人中 哪个最少 他没有胡说八道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大家一直都是这样 老陆看穿了特务的酷刑与阴谋 将计就计 执认出张小仙就是共产党 话却说的漏洞百出 为了让张小仙继续稳坐王牌特工 他选择了死亡 死亡并不是屈服 而是一种抗争 老陆的死给张小仙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这下可真是扎心了 老陆 连晚上一起躺北坡吐槽的人都没有了 唯一知晓张小仙身份的老陆没了 张小仙变成了梅牌特工 毛儿凤也把张小仙派到扎子洞看守 张小仙这下子成了吊牌特工 可是张小仙就过得不错 不仅好吃好喝 还有中统送上的美女特工来陪着 毛儿凤和田胡就坐不住了 直接把大炮对准了扎子洞 没了这么紧张的局势 张小仙当然是不能屈服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脚底下抹油 溜啊 我才来说好的不能屈服呢 怎么这么快就跑路了 难怪公鼠能掏过地理阵 原来这都是你教的 不过张小仙之所以溜了还是有原因的 要不是为了保护我党兄弟 他有一百种方式干掉毛儿凤和田胡 但他在生死关头还是选择了组织优先 看到这里我这样说 起立 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 张猫最心最热最有情感的影视剧 我说给你听 风筝是由柳云龙导演的谍战剧 将输了潜伏在军统的地下党 真要心的一生 这部剧剧情十分扎实 一点也不透他 感谢剧场伙伴们 可以陪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看这部剧啊 好了我去买菜啦 兔兔白 喵 喵